大家好啊 我是阿贝 端游测试服已经加入新地图 卡拉金和C-10炸弹了 并且它们都属于经典模式 那么意味着 手游也会在不久的将来 将它们给投入进去 先跟我阿贝一起看看吧 注意 本期视频所讲的任何新道具 新特性 仅针对新地图有效 其他地图你可以当它没变化 首先是新地图 卡拉金大小为2x2 去掉海洋面积的话 陆地面积其实超小 一局最多64名玩家 节奏超级快 而且官方还用了很多手段 把节奏再次加快 这个我们稍后再说 新地图是沙漠风格 野区超多 物资爆率极高 真的 如果这都剪不到墙 那你是真的脸黑了 新地图的一大特色 就是木有船 木有车 纯靠双脚走路 其实也不远了 走路完全OK 不过可以召唤空头车 空头箱 让我们先看一下 新地图的建筑风格 你是否留意到 有些建筑的墙很特殊 当我们拿到新道具 C式炸弹后 将它丢上去 它就会粘附在墙上 粘附后等5秒左右 C式炸弹就爆炸了 这片墙就没有了 就是这么牛逼 想躲建筑里面狗 没那么简单 建筑里面有些墙像指弗的一样 对着墙开墙 子弹就可以穿墙了 不过最恐怕的是 新地图大量的室内墙 都是这种类型 和墙杀人不再失眠 新地图自然要有新的轰炸区 新轰炸区有个响亮的名字 Black Zoom黑色轰炸区 从它的名字 你就可以判断得出 它的轰炸区颜色 自然就是紫色的 地图还会想起防空警报 过分 这轰炸区是有毒吧 我走哪里你就跟哪里 哼哼 我等一下躲房子里面 你就拿我没办法了 啊 房子咧 官方你这是搞事情啊 行星轰炸区将会是三颗导弹 从天而降 命中的建筑会被摧毁 同时建筑会在大地图上显示一个靠叉的符号 根据我的观察 这轰炸区基本就瞄准建筑物炸的 游戏节奏再一次加快 轰炸区的存在感超超超超超级强 新地图还有地道 通过C4将入口处炸掉 将可以进入秘密通道 还可以游泳哦 连回C4道具 这玩意上面是一个电话 除了能炸很明显的建筑薄壁 其他的墙炸不掉 铁门 炸不掉 不过这个C4炸弹的手机是防水的 哪怕我队友进水里面 也可以用这玩意将它炸死 官方还给了我们一个小惊喜 看图片就知道 RP巨火箭筒即将到来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帮忙点赞 添加关注支持一下 你对新地图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NHV